年初四的海岸路地下停车场 上午10点多就开始出现 一位男球的景象 却有网友拍下这张照片 民众颇旺质疑这辆白车太尊贵 怎么会占用两个隔位 记者进一步追查才发现 原来038的隔位被吐销了 只有856才是停车位 更改配置的时候 稍微有一些隔线 吐销不是那么的完整 造成民众在停放的时候 有一些误解 出起来你的脚 收起来 从除夕到年初四 不论是安平区还是市区的 美食街知名景点 全都涌入大批的游客 尤其是大年初三 更是游客大爆满 不仅路边停车隔位难求 就连海岸路的地下停车场 上千个停车位 更是全被停满了 只要超过这时间点来 中午的时间就 对 就比较晒一点点 中午就没位置了 可能10点就没位置了 很不好停车 如果说假日真的很不好停车 海岸路停车场的部分 因为这一次新增了 127个的停车隔位 整个停车隔位已经 超过1000席以上 那整个的疏导的效果 比较良好 出山的时候是 车差有稍微多一点 出现短暂的满场时间 由于海岸路地下停车场 一旁就是正新街 和乐广场及国华街 要品尝在地美食 或是到兰赛图 美术馆 零百货也不会太远 是路边停车隔位之外 春节游市区的停车首选 这也难怪 各位吐销不完全 引发高度关切 市府强调 会要求厂商 尽速改善 TVBS新闻 顾首昌 台南报道 祝福大家一步一脚印 希望都能够轻盈自在 如虎便宜 开始新的计划 好好享受你的人生 无论我是 我们我是 青年当心 我属虎 虎年就要像老虎一样 站出来就有 八七 茄子站 武坚勤 高尔萱 十九组大咖 亲笔祝福 快上TVBS官网抢哦